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中国一把千年古剑流落街头,日本人于花天价买下,却被这人抢先青铜剑。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,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和声誉,青铜剑不仅可以作为征战时期的武器,而且还是很多贵族身份的象征,很多人为获得名剑,不惜重心购买。 今天我们讲的这把剑就是一件著名的青铜器宝剑,它可以和越王勾剑剑相媲美。 此剑就是越王者指于是剑,此剑属于青铜器类别,剑造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,出土于浙江省,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。 然而,这把剑入住浙江省博物馆,却有着非常坎坷的经历。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,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,有很多巴掘古物,遭私文物的犯罪行为,于是中国很多知名的文物流失海外了。 当时的香港凭着自己特殊的情况,成为了文物走私的聚集地。 为此,中国专门有一个人,在关注着香港的文物市场,希望能够抢救一些流失的文物。 这个人叫马成元,他曾经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,也是青铜方面的专家。 在他观察香港文物市场期间,他抢救了大量流失的文物,各种青铜器、瓷器、鱼器。 马成元先生抢救有数百件,在这抢救的众多的文物中,就有着剑阅王者指鱼事件。 在1995年10月的时候,马成元先生再次来到了香港古玩市场。 在市场上马先生突然发现一把上面刻有重书和精美图案的宝剑。 据商家介绍,这把剑出土,浙江。 后来马先生经过仔细观察和对比,他确信这把剑是一件西式珍宝。 于是马先生立即给浙江博物馆的馆长打电话,希望在政府的支持下,能够将这件宝贝追回来。 当时商家订的价格是100万港币,商家订的交钱日期到的时候,浙江博物馆未能将巨资筹集完备。 于是这时候外国人开始趁机而入,其中一个日本收藏家,说是要开150万港币。 将这件国宝抢走,眼看国宝流失海外,很多人开始想办法,四处寻人帮助。 最后杭州钢铁厂的总经理,全国人大代表孙永森,出资136万港币,将国宝追了回来,并且捐给了浙江博物馆。 随后,这件日王者止于事件,成为了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 据传闻,这件价值百万的国宝,当年是一个农民,用两万元人民币将它卖到香港的,这其中还换过几个主人。 愿望者止于事件经过2400多年的历史后,依旧完整光泽,他的剑刃薄弱差异,而且极为锋利,在出土和传世的五月所有宝剑中,属于几百万元的国宝。